谁说分手一定是坏事 这恐怕要看你离开的是谁 刚刚与郭富城分手几个月的熊带林 7月15号现身慈善活动时 就俨然浴火重生 全程温柔似水 笑容不断 不仅心情走出低谷 对于日前传出的郭富城 在夜店与美女疯玩的传闻 熊带林充耳不闻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吧 我就觉得 因为我没有看那个新闻 对旧爱无感 自然向往新的另一半 熊带林坦然身边不乏追求者 那么对另一半 她又有什么要求呢 我想去圈外的人比较好吧 因为真的希望有一个比较 对方比较稳定一点 然后大家的时间 可以多配合一下 然后多一点时间 可以真的接触接触了解了解 看来熊带林是彻底挥别国天王 打算开展新生活了